這段影片是將軍澳島轉到觀塘島的天橋 你見到這輛私家車收制不及就撞到Tesla 這條路有個特別之處 是斜路、急彎、車速是快的 斜路、急彎、車速是快的 這三個東西加在一起 再加上一個不小心、沒有造防禦性駕駛的司機 就發生了這宗交通意外 用Google Maps 實地考察一下 將軍澳島來到這條天橋時 大家其實都會發生了 絕大部份人都不是走50 縱使限制是走50 絕大部份人6、70、7、80走不掉 來到這個位置 正常來說大家都要慢慢收益 看到這些標誌 應該到這些位置 大家都應該會減到5、60 就不會太高速 而且正常就要看遠一點 看看這邊有沒有車停了 如果有的話更加要收得再慢一點 這條路 我又不是開車經驗很久 但為什麼我都會很留意呢 因為我玩電腦遊戲的時候 經過這條路的時候 有一次沒有留意 有沒有車停 然後就很高速地下這條路 結果就撞了車 第二次我又很留意這條路 由那時候開始 純粹是打機裡面出意外 幸好現實沒有出 從此我就會很留意 斜斜地 但又看上去又不太斜 其實這條斜路 車速又快 又有這麼急的彎位 一時間要轉一個大U形的彎位 其實是有點危險 所以就更加要提早預判的交通情況 看遠一點 那些老師傅或者教育車師傅 都會叫你看遠一點 這裡就要看一下這個位置 還有自己也車速就不要太快 始終隨時有突發的情況 彎位加斜路 你是很難殺得切 或者很難做到你心目中的煞車的效果 另外最近我又剛好有經過這條路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思考 一邊開一邊思考的路程 來到這裡 其實車速都還可以的 不需要收到太慢 留意一下前面有沒有車輪 不過這裡路薄太高 所以你也未必看到 但這個位置開始要看看橋口位 有沒有車輪 慢慢就收慢 收到很慢 其實看到前面的車輪也是 正常這些位置應該要收到很慢 預判有沒有突然間 因為一路彎位 前面的盲點太大 你看不通右前方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 我想駕駛者要預判 作出一些防衛性駕駛 經過這個路口的時候 今次的影片到這裡就這樣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